那么在另外一方面 西藏流亡精神领袖达赖喇嘛 目前正在美国进行访问 今天他在加州大学圣叠哥分校 发表了首场公开演说 有关今天演说的情况和内容 下面我们立刻连线 正在现场采访的美国之音记者李华 为我们带来详细的情况 一华 好的主持人 目前呢记者现在所在的位置 就是在加州圣叠哥分校 加州大学圣叠哥分校的这个会场的所在地 那么刚刚大概在两个多小时之前呢 西藏精神领袖达赖喇嘛 是发表了他在访美之行 加州大学圣叠哥分校的首场的这个演说 那么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 大家可以看得出来 平时呢是一个相当宽广的这个棒球场 那么现场现在摆满了许多的这个白色的座椅 现场大约可以容纳25000名的观众 那么今天在这个达赖喇嘛的演讲上呢 可以用座无虚席来形容 那么除了这个白色椅子上面的 这个观众之外呢 我看到场边上还有许多的民众呢 是选择站聆听这个达赖喇嘛的演讲 那么今天演讲的主题呢 是这个拥抱我们世界的多元之美 那达赖喇嘛也提到说 这个世界上现在有70亿人 不只是每个人不同 每个种族还有每个国家之间 都有许多的这个多元还有不同的地方 那么他也谈到说 不过回归到人的本质呢 每一个人他所追求的 其实都是一样的 就是快乐和平的人生 并且也希望自己的后代子孙 能够享有同样的这样的幸福 那么达赖喇嘛也提到说 如果是以这样的这个出发点 来考量人的话呢 那么每个人其实都是一样的 因此他鼓励呢 大家用爱和包容的心态 来接受 还有去体会这个不同 每个人还有每个种族之间的 不同和差异 那么达赖喇嘛他也提到说 这个用尖酸 还有这个尖锐的语言 来相互攻击呢 其实是凸显了这个 人的这个心胸的狭窄 因此他也说心胸狭窄导致的后果 就是让人变得孤单和寂寞 那么他也提到说 如果你想要成为一个孤单的人 那么你就继续 可以继续用这个尖锐的语言 来和其他人沟通 不过他说呢 人呢 基本上还是社交的动物 是需要朋友的 因此他也说 这个使用这个尖锐的语言 和别人沟通 是相当对自己不利的 那么他也提到 达赖喇嘛也提到说 他认为21世纪 是一个沟通的世纪 是用沟通和对话 来解决分歧的世纪 因此他也谈到说 这个他希望后 这个不管是年轻人 还是现在这个执政的人呢 都能够用这样的心态 来解决目前的这个问题 那么在今天的演讲之前呢 其实达赖喇嘛 还举行了一个比较短的 这个大约长达半个小时的记者会 和一些记者来进行座谈 那么达赖喇嘛在今天的记者会上呢 谈到了这个今天他所演说的内容之外 他在这个结束之前 还相当这个亲切的 和坐在前排的这个记者 每一个人来问候并且握手 那么他也这个面对这个记者的提问呢 他也这个相当的幽默 那我们记者呢也提到了 像达赖喇嘛提问表示说 希望他能够给现在的总统川普 美国总统川普什么样的建议 或是对于美国总统川普的 目前的执政成绩 有没有什么样的这个评价和评论 那么对此呢 他是回答了相当风趣幽默的答案 我们来听听他怎么说 我认为美国是自由世界的领袖 所以我们一定要尊重这个领袖国家的总统 这个人是你们的人民选出来的 应该由你们来判断 不过我对于他从巴黎协议中 撤出的决定感到难过 我对这一点感到难过 其他的事情应该由你们来判断 是的我们也知道这个达赖喇嘛到这个加州大学圣叠哥分校的演说呢 受到了当地的这个台湾中国留学生的相当大的反弹 那么对此呢这个达赖喇嘛在记者会上也谈到说 他认为这是非常普遍 而且正常的不是每一个人都会认同他的观点 不过他也谈到说 许多抗议他的人可能都不知道自己到底是在抗议什么 那么对此呢我们也向这个加州大学圣叠哥分校的这个校长进行了询问 表示说他对于这个表示反对或抗议的中国留学生有什么样的话想要说的时候呢 这个加州大学圣叠哥分校的这个校长是向我们表示 他认为校方要做到最好的工作呢 就是要捍卫每一个人的言论自由 我们继续来听听加州大学圣叠哥分校库斯拉校长他怎么说 这是所公立大学 我邀请过很多人来发表演说 不是每一个演说者都受到每个人的爱戴 身为学校的校长 我认为确保每个人的演说权利 确保每个人的声音都能被听到 确保人人都受尊重 这是我的责任 压制言论自由是校园中最糟糕的事情 而今天的演讲者是世界领袖 他是博爱和平环境和维护人性的传递者 你怎么会不同意呢 在今天大约长达一个半小时的演讲当中 达拉喇嘛也接受了观众的提问 那么观众是事前向主持已经向提交了问题 不过我们在现场其实也是有听到一些场外的抗议的声音 我们在演讲结束之后也试图采访一些来自中国的学生 或者是他中国留学生的家属 以及在现场聆听的一些中国人 不过我们的运气不是很好 没有中国留学生或者是一些受访者愿意接受我们的采访 只表示他们都没有任何的评论 也没有任何的看法 不过明天 达拉喇嘛还将在这个加勒大学圣迭哥分校的 这个毕业典礼上进行毕业致辞 那么势必也会引发更多学生的反应 那么我们也会持续为观众朋友来锁定 今天就是我们在现场掌握到的最新情况 时间和镜头交换给主持人 好的 感谢美国之音记者李华为我们带来的连线报道